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重要的新闻 当然以太空的探索作为最重要 中国是很厉害的 尚额去了月球的背面 是的 我们在前几个星期已经追踪过 已经发射了 历时有一个53日的任务 所以现在一直在进行 有新的进展就是 一会儿我们也会提提 去了月球背面採集样本 其实几个星期讲的时候 他的任务不止是这样的 所以关于这些月亮背面的任务 是有多些东西可以介绍的 但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 现在画面展示出来的那一块 其实如果各位听众 你是这个星期 你是更正在星期四晚六点钟 看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 无论台长频道 还是我科学新资那边 去过首播的话 你看完之后应该紧接着 就会看到SpaceX那边 直播它的发射了 但也要说一声 今次第四次SpaceX 这个Starship发射 我就抽不到时间去做直播 因为我也要应邀去另外一个场合 讲一个talk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在这一节 科学新资看完首播之后 那你就很预备定了 接着下来的星期四晚八点钟 就会有SpaceX那边的直播发射 那第四次发射 这个Starship有什么重要性? 可以在这里借助这个机会 如果我当你真的看完这里 然后就八点钟看发射 可以介绍一下今次任务 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 又记得上次发射的时候 有什么事发生呢? 就是两节火箭成功升上去 成功分开 基本上就是我们预期 无论是上面那一节 还是下面那一节 都要乖乖地安全下来 因为它最后想做到可回收的效果 但最后就是两样东西 都不能够平安回落地地球 下面那一节推进 那一块叫Super Heavy 它脱出之后 成功地把东西脱走了 把它带上去上面的轨道 它自己下来的时候 没有去到余定的墨西哥湾的地点 而上面那一节的Starship 也算是去到目的地那一带 但最后就不是一个成功的 靓靓仔仔的降落 这次就是想做这些东西 这次它说明的目标就是 希望能够做到成功recycle 和reentry 要针对这个问题 当然它还有其他附加的细节 但是总体上来说 大家预期就是说 今次第四次发射 是否已经可以做到 升了上去然后 两个东西都是靓靓仔仔 这就是最值得留意的地方 这就是它今次的目标 那如果能够做到 假设行做到 如果是第四次做到 还是第五次做到 其实它的意义在哪里 这么说 如果它仍未做到的话 它就和其他以往的 那些火箭发射任务 分别不是太大 因为以往传统的火箭发射任务 我这里这么说 譬如你正在说 现在中国的长征多少号 那些运载火箭 和以往传统NASA做的 它全部的东西都不是可回收 即是火箭的东西脱上去 脱下又脱下又脱下又脱下 最后整支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重复用回 而且掉下来 又可以变成太空废物 是的 有时还会扔到一些 民居 即是有陆地的地方 就会怕能扔到人 那现在暂时SpaceX 去到第三次任务 那次仍然是这个阶段 还未可以告诉你 一些东西是可回收的 这次真的要证明做到这个可回收 即是现在还要是一个人类历史 有史以来的推进力最大的一支火箭 然后这支火箭还可以循环再用 即是如果这件事都能做到 那就非常厉害了 那是否意味着 成本会大大降低 那绝对是 即是以SpaceX的力量 你想想 不单是每次发射的成本 今次它开发的成本 其实比起以前的太空任务来说 是很快的 现在是一年多 未够两年的时间 去到这个阶段 如果你比以前那种方法来做 可能你是用了超过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你都未发射到第一次 因为 我们当时是一场隔了几年 如果他失败一次 他又要写检讨 然后等几年 又要去交代 很多这些所谓的red tape 这些泛民肉节 但Elon Musk不是 总之要快 总之要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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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么说 他有个日程 他应该是赶得及 那个时间交给Artemis计划去用 即是美国再登月计划 就可以有一个已经试好了的火箭推进 是准备去运营那些需品上去 剩下来运营什么呢? 他那些月球基地 尤其是他的能源装置 以及居住装置 那些环境调节装置 大家便要集合好 基本上他预计了那时候 即是2030之前 你要做好这些东西 现在就是2024 甚至可能2025之前 已经有一支可靠的火箭在这里 于是你再看看放什么进去吧 刚才那句便宜快好正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再扔很多钱 可能美国纳税人有少少 不太多 但现在是否在发展一个太空竞赛呢? 我想美国在月球上开基地 中国已经去到月球背面 它真的插了很久 它插了5星期 这并不是今次才插得到 之前也插得到 那现在是插期 是 但大家也不会去空白地方把新地盘 拿去独特的数据 不会踩到别人的地盘 月球很大 大家不用去争地盘 地球是一个很广阔的空间 你自己要达 别人也要达 甚至可以在上面搞个联合国 是的 在谈论中国任务之前 我都说了 如果大家在等待 看完这里 如果你看到我们科学生资频道 是首播 即是你真是星期四晚上六点钟的步在那步 那你等待八点钟 你要准备留意什么场景呢? 当然 最初是不外乎 你等到火箭去注入燃料 它这次也是用到甲丸和一些价格来做助燃剂 通常都会等到火箭临射的时候才注入 因为那些东西是要很冷的 而且你放在火箭里面 它无可避免有些东西是漏的 所以你当然希望尽量放在密封好的地方 到临用的时候才注入 那到了一发射的时候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发射之后的2分45秒 最初整支东西 这样有支下面 即是下面有一部分 白色下面有一部分 整支东西上的时候 去到2分45秒 它就会掉落 OK? 然后当然你会期待它 一直在上面那支Starship 继续去到目的地 这支就要靓靓仔仔 就会回落 下面这支Super Heavy 照算是7分钟左右 照算是应该回落 而上面那支Starship 它当然会继续去飞 飞多久呢? 一个小时多一点 就会去到印度洋的预定降落地点 而且它特意提多了一个细节 就是什么呢? 在上次第三次发射的时候 其中一个遇到的问题 就是整支星上升 当它掉开的时候 掉开的时候 它会用一个叫Hot Staging 即是说引擎都没关掉 它就已经被上面那支掉了出去 就继续射上去 只剩下那一节 它是需要放正来落下来的 不要忘记 其实两节东西中间 是有一个叫Hot Stage Ring 即是用来分隔开前面那支 Starship和后面的Super Heavy的推进器 中间是有一个环 那个环是你可以想象的 可以准备给上面那支点火的时候 有地方可以疏气 所以中间有一个叫Hot Stage Ring的环 那个环本身就想着 一直黏在下面的Super Heavy的推进器那裏 整副东西一齐 就靓靓靓靓靓靓靓下来的 这次它们就选择做一个简化的版本 就由得那个Hot Stage Ring 扔掉它 那件当垃圾 即是有些东西是不完全recycle的 就纯粹看能不能做到下面的东西 去recycle 为何要这样做呢? 这里有些东西要解释一下 大家不要忘记 整支火箭射射的时候 最初很重 但一直会扔出燃料 越扔越轻 整件物质分布是会变化的 最初整个下面的推进器 是针满了燃料 但是主要的甲苑的燃料 就在这个比较靠上方的位置 全部擠出来就没有了 再研剂也是 一路越擠的时候 整支材料就是主要的重量成分 就是壳壳而已 就不是燃料 整支材料的分布就不同了 你想想如果一支原本很重的东西 然后后来变成一个空壳的东西 轻轻拋幅 仍要稳定放正下跌的时候 就可以皂纪在顶头上 有太多余物质 就是前面这个 conference 不要以为我还 一个环是九吨重的 这个九吨重的额外质量放在上面 你还要在上面很稳定地下来 就有点像一个什么情况呢? 如果你的人是头重脚轻得很严重的时候 你个人走都走不稳的情况 所以他现在希望去做一个简单的步骤 我想在这件事上 叫做稳稳阵阵去试一次降落 一些其他更复杂的因素我抛走 以后才再解决 所以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可以留意 就是在两分45秒分离之后 隔多一分钟会扔出一件东西 就是把Hot Stage Ring都扔出来 然后下面的东西就去到7分钟 才首先落地 Hot Stage Ring就当作垃圾 就会摔到不知去哪里 当然说摔到不知去哪里 其实应该都是海洋 因为它是沿着由德州射出来 一直是经过海洋的路线为主 这也是小瑕疵 但我想问一下 如果它回落时 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个Pack 在天堂上 有 它那个墨西哥湾是有海上平台的 它要找到平台的座标 如果一切顺利就是发射后7分钟 会看到这件事 但上次是失败的 只剩下来 如果看到那里成功了 那你就慢慢等了 中间就先洗臉去厕所 然后等到一个多钟后 上面那支的Starship 就会在印度洋预定地方降落 照计应该都要是靓靓地下来 整件事的关键是否在电脑运算的能力上 其一 还有你的电脑能够分析控制到座标之后 如何可以将整支东西的状态 所以这次是能够分析了上次的问题 它既有软件问题亦有硬件问题 所以这次就看到它集中专攻这个问题 看看它能否降落 所以你说这个第四次的试射 你预期就是它可否很英俊地去做整个体操动作 落地那一刻都很英俊 那就是最后目标 有时间来讲讲中国的上额 6号在月球的背面 Dark side of the moon 这次我相信在中文界的传媒里 一定是非常铺天各地的传统 因为有一个动画都看到 它已经是如何拿出样本抽出来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将样本送回来 到样本送回来 又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报道 你叫做起码在那个位置 你不要理会是否在背面 起码在那个位置拿样本也是很首次的 再提一提 其实这次的上额任务 我不会说它只是属于中国的任务 以这么多次上额任务来讲 这次的任务 它牵涉到国际合作的范围是最大的 譬如它有欧洲包括意大利的一些仪器 另外好像我不记得是巴基斯坦 也有仪器跟着上额 这次的任务上去 其中有些任务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就是去收集月球表面的一些辐射数据 当然月球表面就是它向着地球那边 跟背着地球那边的土壤的地质结构可能是有不同 所以我们不能假设一些东西 就是向着我们那边一样 背着我们那边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多些 背着我们那边的地质资料 它会不会就是那里的辐射是特别厉害的呢 或者是整个地壳活动有不同的呢 这些上额是可以帮我们拿到第一手独家资料出来的 所以是对于整个月背脊的研究有个意义在这里 那些人就说那你去到背脊那里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这个时间不多我说一点 其实我们在关于天文宇宙学里面的确有些任务 我们发觉放在背着地球那边的月亮背脊是有优势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那里的一些辐射和地质的资讯 到我们未来想放一些探测器在月亮背脊那里去做测量的时候 就可以更有信心去将我们未来那种测量的精密度可以提高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些月亮背脊的研究 是有一个不仅是想着如何住在月亮上面的意义 而是真的对于一个整体的天文宇宙研究 都有它可以贡献的地方在这里 后面大家看到了有个中字在这里 如果你仔细一点有个中字在上面 有一个印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中国的 大家不要争了 它现在的做法 取样 它在军事上有没有战略意义? 这样说吧 你拗拱总可以说到它有的 等于你在地球上去不同的地方采集一些天文、水文、地质的资讯 你最后都可能给到一个军方做参考 所以我会说可以是可以不是 当然如果那是你独家的情报 那你也可以是 会不会是可以在月球的背面 建立一个基地呢?有没有那种可能呢? 很实际的就是你那个基地 如果住人就最好不会在那里 月亮背脊就会遭受到 隐石撞击的几率是 比向着地球那边大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着住人呢 现在大家都想到是抢南极那边 那边就是可以向着地球的地方 但又不是太热又不是太冷的地方 但又未至于有很多隐石撞下来的地方 那些地方才是最有那个 所谓月亮上面的各国必争之地 但为何以往不见那么多美国或其他国家去过月球背面? 他这么说 很多美国的计划已经是在月亮背脊上拍过照 但是你下去 你要派仪器下去 那个意义可以多在哪里 那全部都是一个成本效益的计算 你降落背脊的难度是高过降落前面的 因为有些东西就不可以跟地面直接联系 你要有一些接力 OK? 问题就是这个技术做得到的 一定是做得到的 再远一点的地方 即是你放一些卫星水也做得到 但问题是你值不值得去做 但以今时今日来说 你会发觉如果我们未来还有一些 一定是需要去到月亮背脊才能做到的天文观测 我就已经觉得有足够的理由 就是你需要多了解月亮背脊的任务 OK 现在中国能做到这件事 我在某方面领先你其他国家 有没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 中国做了这么多事都是为了这样的 对吗? 这里大家看到了 中国太空探索的科技 真是很快 连美国方面也要承认 真是你追我赶 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神秘的东西 2022神秘的东西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跟大家讲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 嗯? 话说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来大炒大赖说要下飞机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隔壁的那个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飞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说 其实这个女人 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隔壁的 是一位叫Shakeshifter 哇! 是什么的 那几图你怎样看呢? 这东西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么今天神秘的夜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真的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仪那个样的人呢? 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几图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就扮我们在做节目 但是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有机会 人们就去追追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追我们的节目 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阅一个订阅 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几图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就要有人扮认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小铃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事 谢谢大家 并不是真的我 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我和企图 对不起